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吃过国原一食品的高饼吗 那你知道国原一其实已经有154年的历史咯 那他们这边的高饼博物馆也被工业局认证为创意生活事业 154年是多长的一段历史啊 在2011年他们已经以节能减碳 还有环境永续发展为祖宗成立了全台湾第一间的黄金及绿标生活馆 那事不宜迟 现在马上进来一探究竟吧 哇 这就是百年传统的全新感受 我们看这个传统的香气还有这些新潮时尚的装潢 是不是非常令人着迷呢 哈喽 我是建伟 欢迎来到国原高饼博物馆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我们迎宾的压膏体验好了 那可以我们先来猜猜看我们今天的口味是什么呢 我猜是黄豆 黄豆吗 它绿色的可能会说它是绿豆 绿豆 对 那他们说绿豆怎么会是这个颜色 是因为它加了麻油 哦 没有没有 是可以的 这样我的压膏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的饮兵压膏体验咯 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哪里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高饼文化馆 那这个馆内总共分为四个区域 那分别是我们的生命礼俗区 历史陈列 好 还有我们的节庆礼俗等等 那我们会从一个小朋友的出生 一直介绍到她结婚 那我米娜知道说我们小朋友出生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大节日是什么节日吗 抓粥 没有错齁 那就请我米娜带着我们一起去抓粥咯 找找找找找看她现在 她的抓粥跟她现在的工作 有没有相符合哦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小时候抓粥 抓到什么 这什么 书 决者 可能以后我们就是一个老师 她可能从事属于是教育行方 相关的产业等等的 哦 舞蹈老师也算 蛮广的 蛮广的 对 其实跟我现在工作也算相符啦 但这边是幸运签 我现在来抽看看我到底幸不幸运呢 好 回来抽这个 上上幸运签 这个好签 好 这是我米娜的签示 上上幸运签 那我们来旁边一起来抽一下我们的福气饼 我们会抽我们的命中有贵器 吃了好福气 它有十二款不同的祝福纸 那不同一样的东西 那你抽抽看 看您今天会抽到什么祝福的话 哇 那我等一下抽到把它吃掉 才会有满满的福气 这个是吉祥如意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 我们婚嫁研洗所 最受女生欢迎的变妆体验咯 那我现在来赶快体验看看咯 哇 我今天就是最美的新娘了 好 那我们今天最美的新娘 准备好要体验我们抛袖球的活动了吗 当然要咯 来 袖球给你 谢谢 那我要丢咯 那我们博物馆的特色呢 除了从我们的整个高扁文化馆 它是一个绿建筑 那还有我们产品的碳足迹 就是不断的创新等等 那也反映到我们的手作课程上面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手作自己的伴手礼 怀旧凤梨酥 哇 没有想到在这边 凤梨酥也可以自己做伴手礼 这样感觉收到礼物的人 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呢 是的 那我们呢 凤梨酥呢 它的一个饼皮的基本原料 就是有这个奶油 蛋 粉 还有糖 还有这个内馅 那我们把它拌到像这样子 啃不到糖粉 哦 加油加油 你看我的怎么做 手练就好 加油 有 哦 果然是师傅 哎唯呀 哇 快了 你有感觉有越来越无力了吗 有 哇 你师傅做的真的很漂亮耶 很光滑 那我们这边有十个的线 然后有十个框 那我们一样用手 用人工把这个饼皮 一样分成十颗 分成十颗 然后再做包线 然后做成型的一个动作 哇 那这就是我们今年手做的 凤梨酥完成啦 那我们准备进烤箱咯 好 走 那这就是我们包装好的 凤梨酥伴手礼完成啦 自己动手做 自己的伴手礼 欢迎您 万圣节 要吃什么呢 万圣节当然是糖果 因为不给糖就捣蛋 是的哦 那我们呢 这个糕饼这个饼干 怎么跟糖果来结合 对啊 感觉蛮特别的 嗯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做这个 万圣节的这个 摇摇鬼的这个饼干 煎煎 完成啦 是 这个就是我们糕饼博物馆 这边有名的 五味剧前下午茶 对啊 我们特别把台湾糕饼元素 融合西式的元素 比较符合当代人喜欢吃下午茶的蜂巢 米娜要不要找一个先吃吃看呢 惊迫不及待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抹茶 但是它里面还有红豆沙的馅 感觉很特别 我要吃一口 味道怎么样呢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因为它是中西式合并 所以我其实没有吃过抹茶 红豆的马卡龙 哇 那除了可以吃饼喝茶之外 听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很有趣的小游戏也可以玩 对啊 我们今天还特别准备了 用饼干来做的小游戏 创意生活一直谈的 就是把创意融入生活当中 所以不是吃得到 闻得到 还可以玩得到 其实过瘾本来就是糕饼起家 所以我们希望把糕饼的元素 从参观工厂到DIY 到实际做体验 到吃下午茶的部分 都希望让消费者 能够看到 郭云以不同的面向 更符合创意生活的本质 郭云成立到现在已经154年了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 是传统跟创新的结合 不只在台湾 去年我们也在日本 开设了第一间海外的门市 对啊 也希望让台湾糕饼的元素 不同的地方能够体验到 创意生活的不同的层面 桃园洋美馆 真的是一个很丰富又好玩的地方 不但仅至优美之外 这里的DIY所做客人 好吃又好玩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 一起来这边体验喔 话不多说 Mina现在要赶快来采购 伴手礼带回家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要去采购囉